我 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 你喝醉了 又不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所以我只好帮你带到我家 让你住一晚嘛 这是你家哦 那我没有达人的家人吧 我一个人住 那个我 我有点口渴 可不可以喝点水啊 可以啊 抗群水可以吗 可以可以 谢谢啊 你怎么还不睡啊 还没 我在厚图 你是 建筑师 我早应该想到的了 怪不得你要买那本字典的 我认识的汉字不多 但是我的口语没问题 这么晚你还喝牛奶啊 小时候的习惯一直改不掉 那万一要出差没有牛奶怎么办 去买啊 跑多远也要买回来 可以麻烦你到我的书房 把我的拐杖拿过来吗 可以的 那你没有拐杖是怎么过来的 我跳过来的 我当然不好意思在里面前跳 我当然不好意思在里面前跳 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好 不谢了 其实你平衡能力挺强的 真的 是因为那次车祸吗 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 已经很晚了 你去睡吧 晚安喽 你明天几点回学校 我明天九点钟有课 我送你 好吧 谢谢啊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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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草 聊这么好 他们给圣鹅 中文字幕——YK 拜拜 中文字幕——YK 最喜欢的早餐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哦 还有 谢谢你昨晚收留我 谢小秋 我知道你不缺这个钱 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话 我借你一次就会还给你一次 鸡船 走 这么丰盛啊 兄弟没有白疼你啊 这是我的早餐 起来起来起来 你让我吃一口不行啊 起来 这是我的早餐 这么小气 我自己去吃好吃的 人家老姜介绍了一个非常棒的点心店 味道超正的 就这样 哪个老姜 姜恒西啊 这是我的橙子 哼 笑气鬼 自己去拿自己的 不要坐在桌上 嗨 嗨 嗨 美安 请 谢谢你早上的荷包蛋 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对了 刚才啊 给你倒咖啡的那个女生 就是那个 她呀 叫叶静雯 她可厉害了 是我们系的高材生 英语很棒的 她可以背英文版的长恨歌 厉害吧 长恨歌 是一首歌吗 长恨歌是白居易写的一首诗 白居易是谁啊 是一个诗人 我是不是很没有文化 没有啦 你从小在国外长大 中文能说到这个程度 已经很不错了 我小时候 你也特别严厉 家里的规矩就是 每个孩子都必须说中文 我大概 认得差不多九百多个汉字吧 那已经很厉害了 九百多个 大概有小学一年级水平了 那是我的巅峰期 那现在呢 萧条期 建筑文件 几乎都看得懂 别的我就很难说了 对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个还你 这个我真的不能 我说过了 我不会要这个钱的 那好吧 算了 要不然这样推来推去 也没什么意思 那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以后你们公司 需要翻译的话 尽管找我好了 我免费就给你们做 好 那你继续吃吧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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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